欢迎大家回到我Learn with Tom Lee的A-level Mathematics A-level 数学 今堂我不讲数学 我就给大家一个break 因为读数学太闷了 所以我就给大家一个break 所以take a break for Mathematics 既然是take a break的时候 我们做什么呢 我就会教大家用一张尺 一张1比2的宽度 因为数学上我们有个比例很重要 可以做2比1或者1比2的宽度 和高度的一个长方形的子 是接一个有钻石在中间的深深 这是摺子的艺术 希望大家欣赏这个摺子艺术 接下来我就会用手教大家去摺 大家可以耐心些摺完的子 心情轻松些 读数学也会容易些些 今天我会教大家如何摺钻石的深 是一张指角的 一张指的比例是长阔 是1比2的比例 你就可以摺到这个深 这个叫做钻石心 绝对不可以叫做花心 叫做钻石心 钻石心就是这样摺出来 教大家如何用一张颜色的纸 这颜色当然大家可以自己选择不同的颜色 这张是A4纸 大家要准备的工具 包括有一张戒指的板 等待你戒指的时候不会戒花的桌面 另外一把锋利无比的刀片 可以杀人的 当然不要去杀人 接下来就有一把铁尺 这把铁尺就等你戒的时候 不要用胶尺 因为你用胶尺 一戒的时候胶尺本身都花 或者胶尺本身都烂 我们会用铁尺 要接颜色的深纸 我们要量纸的阔度 待会我们要戒同等的阔度 你看到10 20 30 31 也就是21 这个阔度是21 21我们把它除给2 大概是10.5 我们就在这里量约10.5 我们要刚好一半 10.5 这里是10 就是20.5 这个位置 20.5 那这边也是 两边也是 量约10.5 我拿30.5 那就去到20 然后呢 我们就 看到整张纸的长度 是阔度的一倍 最后我们放在铁尺 然后割开它 我们就要这个尺寸的纸 这个尺寸的尺寸 如果这个高度是10.5 的话 这个阔度就是21 就是刚刚一个 double 那我们就可以接鑽石芯了 接鑽石芯 首先呢 我们将这个对接一个三角形 对齐的位置 对齐的位置 对接一个三角形 接着这边也是 对接一个三角形 尽量这些位置 就齐了一点 你看到是对接了两个三角形 接着 打对接了 你会发觉 就是刚刚好有一个 四方形的 对齐的 这边就对接了三角形 这边也是 因为一般对称的 我们都会是两边一模一样的 这边呢 亦都是对接三角形 我们就形成了 你会见到 这个四方形 对接两个三角形 我们调转了它之后 我们就在这里 对接一个 长方形 刚刚去到中间那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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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成功到 第一个步骤 到这里了 你看到我们刚刚摺了 这样的 我们反过去 这个位置 我们就会 摺起来 两个因为 有一个直线 我们摺起来 就形成了 上面这一个三角形 那这边也是一样 我们就在这里摺起来 摺起来 摺起来 就形成了 这样的三角形 在这边呢 就是密边的 这边呢 就是有中间条线的 OK 在这边有中间条线 这边呢 我们就 把这个三角形的底 就摺上去 变成 一个小一点的三角形 你会看到 越摺越小的 这个三角形 这边是这样 这边也是这样 就是这样 现在就摺到这个位置 摺到这里 我们就摺开这个三角形 因为这里有空位 我们摺开这个三角形 对着回来 变成一个四方形 四边都是一样 好 到第二个阶段 好 四个四方形都摺好之后 将其中一个四方形的 这个角 是对摺到这个边里面 大家可以看清楚 我们对摺到这个边里面 尽量摺到中间那条线 这个角一共是要摺八次 因为有四个四方形 每个四方形四次 就是八次 摺回来 摺回来 动作是不难的 不过就 给大家 有点耐性 我慢慢摺的 发觉 我足足摺了半年时间 才摺到这样 当然是开玩笑 一会儿就摺到这样 你看到四方形 变成一个 好像一个花花的 鑽石的形状 摺完花花的形状之后 大家会看到 因为当你摺进来 这个位置 中间有条线 我用刀片 把这条线 因为太薄了 分开它 当你分开它 把手压下来 就可以了 用手指钩压下来 就可以了 你看到这个花花 就会变成这样 八边都摺完 就可以了 当然 我要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边 一共摺了六个边 因为我剩下两个边 再示范给大家看 因为这些纸太薄了 很多时候 手都看不到 我们用刀片分开它 然后手指压下来 但是小心 刀 所以我剩下两个边 来示范给大家看 如何摺这八个花边 这样就完成了 八个花边的一个鑽石形状 当我们完成了鑽石形状 最后呢 就是我们揭去后面 我们将这个摺下来 你会见到 这里就会有个心形走出来 当然这两边很尖 这两边很尖的时候 我们在这一边 是摺在这里 摺在这里 去回这个角的位置 这样就可以了 摺在这里 或者摺在后面 如果这个是你想在前面 就摺在后面 我们当这个是后面 那个是前面 那两边 你也是摺在这里 看到整个心形就会出来了 你可以用白胶浆 是黏在这一边 就是黏在后面 你可以黏在这一边 或者是有它 都可以的 这个心形就摺了出来 大家摺好那个心形 大家可以 有一张卡 如果一张卡 送给女朋友 或是送给太太 你可以做一张卡 一张卡在里面 我就放入了一张相 和一张卡在里面 然后我就摺在这个心形 我刚刚做好的心形 你会发觉 是刚刚可以摺在里面 好像一朵花 在外面好像一朵花 但是它是一个心形 我就把信封 外面我接另外一个 蓝色的心形 这个蓝色的心形 我就拿一张胶纸 一张胶纸 在它的底部 就黏在这个位 这个就是底部 我黏在这个位 好了 接着呢 你会发觉 就是黏在它之后 这里我摺一摺后面 摺一摺后面这个位 然后在这里 是黏在心里面的 黏在信封 你会看到 刚刚很黏着的信封 就是一张 心形的心意卡 作为情人节的卡 或者作为 一些纪念日的卡 都可以的 这个就是我今天教大家 如何做一张卡 当然你可以写回自己的文字 下去 Muchas gracias agai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listening to my tutorial videos and if you need a private tutor for you to get a better mark or better score in your DSC examination in Hong Kong the SAT examination or just you want to improve your mathematics and English for your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y please contact me at 清湯929 at yao.com.hk my telephone number is plus 1 85265928609 好 多谢大家收听我这个video 如果你是希望你的 mathematics 和你的英文是更加好的话 你想要一个 private tutor 你可以随时content 我的 令到你的DSC exam 或者你想考SAT 你也可以content 我 因为我都有一些 私人的补习 在这两方面 多谢大家 Thank you 拜拜 Muchas gracias